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来对最近很火的一个LV的牛角包 做一个全方位的对比测评 说起这个包呢 不得不感慨小红书算法的强大 因为我本身对于这种时髦的包型并不是特别的感冒 包括我自己本人也不是一个特别追求流行和时髦的东西 这款包是今年7月份刚上市的 我对它是没有任何感觉 也没有任何的去关注它 那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包 是我在小红书上认识的一个朋友 给我强烈推荐的 他当时这款包刚上市的时候就问我说 你对这款包看法如何 那我是说我对这种包并不感冒 又过了一段时间呢 他自己买了以后就强烈给我安利这款包 他的话我还是很信任的 因为我们其实也是挺有缘分的 在小红书上认识的 我们相互关注了一段时间以后 就私信成了微信好友 他也是在美国 那聊下来发现呢 我们俩的生活工作节奏 以及孩子的年龄 还有对包的喜好 以及关注的东西都很相似 所以他推荐的东西呢 我还是会就是特别的注意一下 那这一注意不得了 我开始在小红书上看 就越看越觉得这款包 好像很不错的样子 就越来越长草 那最终让我决定想要去入手这款包呢 是因为我之前有一段时间 特别喜欢Seline那款夜下包 就是那个Lisa小姐姐带火的 但是我自己去店里试了好几次 可能是我自己平时的穿衣风格 比较随意不够时髦 同时呢我又是比较偏胖的身形 而那个包的包型 它本身偏小偏细 所以在我的身形上呢就显得特别的不协调 所以那款包我虽然很喜欢 但是确实背在我身上觉得怪怪的 就这样就造成这种夜下包的一颗草呢 就一直没有完全的拔掉 就是特别喜欢 但是又不适合 所以就有一点心有不甘吧 那当我看到这款包 也可以作为夜下包 同时它又有一点那种 豌豆包的影子的时候呢 我还是有一点小期待和小兴奋的 我就去店里试了 试了这款包的两个颜色 我觉得上身以后还是真香的 最后我是买了两个 一个是自留 还有一个是我的一个客人想要这款包 既然我现在手上同时有这款包的两个颜色 就利用这个机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 这个测评和两个颜色的比较 首先我觉得这款包之所以那么的活 是因为它抓住了时下的几个非常流行的元素 一是这种老花 二是它本身的复古风格 三是它这种夜下的背法 四是它很多样的那种使用方式 关于这款包的背法 官方给你的背法呢 其实是有四种 当然民间也开发出了很多其他的背法 官方给的第一种背法 是用这个链子作为手提或者是夜下 第二种呢 是用它的这个皮带把它调节到最短的方式 作为一个夜下包的背法 第三种是通过打开它的这个暗扣 把它拉长了以后调节到这样的长度 这种就是可以作为单肩 它这个包是正好在你的腰线以上的部分 会比较好的显出你身体的比例 第四种就是把这个扣子再打开 通过调节 拉到这个最短的地方 把这个暗扣合上 这样就可以做一个鞋跨包 解放双手 当然网上还有一些通过改造这个链条 和这个皮肩带的方式 延伸出很多其他的背法 我个人并不是特别的推崇和建议 这种背法 因为通常来说 无论是什么包 你如果使用的不是它官方为你设计的背法 我觉得它多多少少都是会有一些伤这个包的皮的 那你如果不是按照它官方给你推荐的用法来用的话 如果造成这个皮的损伤 通常来说 它们LV的店是不给你进行保修的 因为是你自己乱用造成的 我自己最喜欢的三个牌子 一个是LV 一个是香奈儿 一个是爱马仕 那这三个牌子对于我来说 我买它们和使用它们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爱马仕是追求它的皮质和做工 香奈儿是追求它的精致和优雅 那LV对于我来说 我追求的就是要它能装和耐造 说实话 我觉得在带小孩的时候 LV的包真的是我的首选 因为首先它的这个老花翻布涂层 既耐刮又防雨 因为我们带小孩出去的时候 尤其我孩子小 有的时候我要抱着他 他会一脚踢到我包上 那这个时候你如果背一个香奈儿的小羊皮 你就会非常心疼 LV你就随便了 或者有的时候孩子哭闹的时候 我需要随手把包扔到那个水泥地上 那像LV他非常耐刮 也是不用心疼 同时像下雨天的时候 我要抱小孩啊 或者是打伞的 我就根本没有手能去护着我的包 像LV翻布涂层的防水性 也是完全让我没有后顾之忧 那说到卖装呢 我这里拿了一些 我最近带小孩出门 每天会用到的东西 首先是两个这个湿巾 一个是消毒的 一个就是普通的湿巾 给小孩用的 两个小零食 男孩子真的是特别能吃 即使刚吃完饭出门 他还是会路上想要吃东西 一个干洗手液和车钥匙 一个钱包 两个尿布 因为我的孩子 财疑最多还没有借尿布 就会需要随身带着两个尿布 以防万一 那这个时候 基本上这个包 是我觉得已经放到了 能保持它美观的状态下的 最满程度 你如果硬塞呢 我孩子的水杯 这个大概是300毫升的水杯 也是能够就是这样子 塞在上面塞住的 只是你的包就合不上了 同时它会显得有一些骨 但是像如果以后再过半年 我孩子借了尿布以后 我不带尿布了 那这个水杯就完全毫无压力的放进去 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同时它这个后面 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口袋 这个口袋是可以完全放手机的 我的手机现在在录视频 没有办法比划 但是从这个空间可以看到 它是由我一整个手这么长的 那包身内部 除了我是刚刚说的 放的这些东西以外 它这个包带上 还有这么一个小环 这里就可以挂一个 比如说像LV特别经典的 那种圆形的零钱包 或者是挂一个任何的装饰品 都可以 这个包我认为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 就是它的这个开口设计 是这种弧形的 这样的话 当你鞋背的时候 它的这种弧形的 这个开口设计呢 可以刚刚好的 服贴在你的身上 这样你就不用拉拉链 它里面的东西也不会落出来 所以因为像我有的时候 带小孩啊 或者是手上抱孩子 你一个手操作拉拉链 并不是很方便 所以很多时候 我喜欢把包口敞着 这个设计是让我使用起来 觉得非常称心的 我之前在网上看到 很多人抱怨说 这个包拿到手上 看到这里是弯折的 觉得这是质量问题 这个我真的是觉得 你这个是三角形的力学呀 你这种形状的包 在里面没有填东西的时候 肯定就是会折进去 这个样子 当你把东西填满了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那你如果特别介意这个问题呢 你平时保存包的时候 也尽量在里面塞满东西 把它撑着 这样就不会有弯折 以我用LV 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 像LV的这种 帆布涂层 即使你把它折起来 你把它打开以后 再使用一段时间 这个折痕就会完全没有关系的 像这个Speedy 大家都知道你从Dragon买回来 它本身就是这么折的 包括你出去笔形 也是可以随便这么按 这么折 都没有关系 最后我再来谈一谈 这款包目前的两个颜色 应该怎么选 这个颜色 它是在LV经典的直柔格 P层之上 多做了一道防水工艺 像LV家 非常经典的那种直柔格 是非常怕水的 你稍微沾了一两地水渍 就会在沾水的地方 有再也去不掉的印子 其实我个人是不介意 LV那种经典直柔格变色的 甚至我很喜欢那种变色的风格 但是我不能接受的是 它不均匀的变色 那它现在加了这个防水的工艺 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个黑色的这款的皮 是完全经过加工处理的 所以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 就是当你拿在手上 捏这两个皮子 能很明显地感觉到 这个黑色的皮 是要比这个原色的皮 更软一些的 比如说我现在很随意地 把这两个皮子往这里搭 黑色的是可以在这里固定住的 因为它够软 所以够服贴 而这个原色的呢 就没有办法 因为它的硬度要硬一些 所以它没有办法那么服贴的 像这款这么服贴的搭在这里 这是这两款皮子 除了在颜色上以外 的一个最大的区别 那从颜色本身的这个角度出发呢 我认为这两款 是有这样的两个区别 一是这个黑色会 因为它是这个收敛色 它会在视觉上 显得这款包小一些 还有一个区别 就是我个人的审美了 就是我认为这个黑色 是更有时髦感一些 更年轻一些 而这个原色呢 是更复古一些 更经典一些 所以就看你个人的风格和偏好了 另外黑色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它会更耐脏一些 我个人对这个是没有那么的介意的 因为像LV直流格 尤其是加了防水涂层的直流格 本身就已经足够耐脏了 你除非真的是那种手 特别脏兮兮的时候去抓包 你可能会考虑黑色 比这个颜色更耐脏一些 其他情况下 我觉得两者是差不多的 我最后自己选的是这个原色的 因为在我所有的LV包当中 我是恰好没有它经典的这种 老花加这个浅色直流格的这种配色的 那我本着一个收集的心态 我会更想要一个这种配色的包 这里我再分享一个我个人的小建议 就是你如果有在观望的 或者是想买的 LV加老花帆布图层的包 我是建议你今年就尽快趁早下手吧 无论是你自己去专柜买 还是从二级市场上购买 因为现在一个客观的情况就是 确实是LV加的帆布图层 尤其是老花的包越来越难买 因为从LV它这个品牌本身来说 它是想越来越走高端的设置品路线 所以它就减产了老花帆布图层的包 增加了皮革的包的产量 这也是为什么你现在走进 任何一家LV的专卖店 你放眼望去 基本上只能看到 全皮的那种包 价位都在两三千美元级以上 那两千美元以下的这种帆布的包 真的是越来越少 越来越难买 以美国这边为例 像去年 包括之前 你进入任何一家LV的店 你想买那种最基本入门的 Neverfall Speedy 都是随时都有的 唯一难买的就是一些 当那个时段的爆款 比如说之前像五合一 小书包 油拆包 这种那个时候刚出来的时候 非常爆的款 那个时候会比较难买 而像基础款 都是随时去随时可以买 但是今年真的是 你想买Neverfall 想买Speedy的那种 老花帆布的版本 都很难很难 通常专柜倒一只 就当天就卖掉了 甚至像美国的有一些店 连买老花帆布图层的包 都要开始配货了 就是特别奇葩的是 你光买一个Neverfall 或者光买一个Speedy 他不愿意卖 他会想要你再买一个全皮的东西 或者是搭一个他们家的丝巾来买 所以LV也是感觉要变天了 那趁着现在还能相对来说 好买一些这个帆布包 大家如果有想买的还是尽早下手吧 因为以我个人的观点来说 如果LV一直是走这个线路的话 那以后他们家的老花帆布 会成为一个越来越稀缺 越来越值钱的东西 这也是为什么我近期又收了一个LV家的包 也是一方面当然是我个人很喜欢很实用 另一方面的考虑角度呢 也是从长远的这个 它的价值性的角度来考虑的 以上就是关于LV这款 今年7月份新出的牛角包的详细测评 以及颜色选购建议 那下一个视频 我会把这款包和我的LV小书包 以及Speedy这三个包做一个对比 这三款包对于我来说 都是属于看着并没有很大 不像那种大的购物袋 但是他们其实又特别的能装 那我是想对这三个包做一个详细的对比测评 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呢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